其实我们每人都有一些远大的目标 有许多的责任 许多的角色需要去完成 所以失宠已经成为某种社会现象 所谓的失宠其实并不一定是指 感情上异性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缺失 也是一种自己对自己的这种关注和爱护 所以秦岚我听说你对自己也挺狠的 就尤其是自认为自己还年轻的时候 就是有的是时间 那个时候你还觉得你玩命地在工作 每天就是不停地拍 也不管是什么来着 就拍了就走了 基本上一年能拍一百多集吧 就真的是 你想一部三十多集 三部就已经是九十集了 有的时候在客串 就基本上每年能一百多集 每天钻在冰里 我还记得有一次 我就现在听我都觉得特心酸 就是还生理期的时候没完 然后就为了体现自己跟男演员一样 然后盖你拍 能不能下 能下 什么呀 就真下去了 水里下啊 冰水 冰茬的水 你知道吗 那时候 真的不可以做耶 直到有一次我还是真的生病了 去体检 就发现人说哎哟 你这是年轻的这个小女孩怎么 这个身体的状况怎么就这么多问题 然后一下子就会觉得 哎哟之前是不是太使劲 弄劲弄大发了 就是觉得你有必要那样吗 就是你还年轻呢 你干嘛呀 就像刚才你女孩听懂 你怎么宠爱自己 生病的时候就宠爱自己 真的挺可怜 这也太心酸了 但确实真的 我觉得我身边特别多女朋友都是这样的 都是做演员 他们都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当时经常会开玩笑说 你不能吃苦就不要做女演员 就真的是有这种感觉 所以那段时间就是特别拼 就是基本上就春节不回家过很正常 就是父母也理解了 那可不都有不同的阶段 对 所以慢慢的会怎么样来犒赏一下自己 那个时候就是完全是物质上的一种满足了 你会觉得哎哟 约着一帮好朋友出去shipping 哎呀太美了 就觉得物质上的一些满足 会让自己觉得那种 快乐 我觉得其实就是刚才秦岚在说的时候 我也在对应我自己啊 就是我觉得人 很多人有一个阶段 你都会就是特别害怕 就是自己失去那种 失去自我 存在感 存在感 然后呢就会给自己很多 他没人忘了自己 他自己觉得找不到自己 对 所以我觉得我曾经有一段时间 就在几年里头 我每年接十几个专栏 然后到十几个节目里头去咔角色 然后就是涉及的面特别的广 从美食体育什么我的话题 我还说体育 然后就是每天那个日程拍得特别的满 而且吧 那个特别像那个骨牌 就是说当你某一个事情 你变成是延期了 你所有的事情都在跟着延期 所以我有好几年里头 都是所有的编辑给我打电话 都在跟我催稿子 我永远在赶稿子 然后直到有一天 我觉得吧 实际上对女孩子来说 就对自己最大的一个宠爱 实际上你一定要放松 就是你在放松的状态 你才能真的知道 你适合做什么 然后那个时候 其实你不用特别去证明 你自己就在这儿 我觉得我到现在都没有放松 说明我就 那天有一次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 有一位心理学的博士 海岚博士 也经常来做我们的嘉宾主持 他那天就说 杨岚你怎么那么能干 我说你别再夸我了 我觉得我之所以能干那么多事 只能证明一点 就是我很笨 就是我不知道应该放掉什么 或者说我还不知道 如何能够轻松地去做 我觉得只能是证明很笨拙 没有啊 是因为周围对你的需要太多 你看那所以这种需要 其实你是可以释放一个信号 说你不要对我有这个期望 但是我觉得人应该懂得 在事实的时候说不 刚才邱薇姐说那个也特别对 就是你一定要轻松 我觉得其实时间是可以浪费的 还有就是说 原来时间是可以浪费的 时间是可以浪费 我觉得女人爱自己 是不是应该试着让自己 去浪费一天时间 我觉得是 什么都不干 放假 为什么有度假这个说法 为什么去度假 其实在度假的过程中 我们就是在找自己 就是浪费一点时间 慢慢自己觉得过了三十多岁了 到了一定年纪 所以你就会更放慢自己的脚步 让你的脚步跟你的心走 就不会去像 邱薇姐讲一直在追赶 在追赶时间 你就会觉得你希望能够支配时间 能够愿意浪费时间 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浪费时间是勇气 你就要适当地去拒绝一些 对你有诱惑的 对你有帮助的 甚至一些这种的邀请 偶尔约着一些朋友 可能没有一些利益的关系 都是一些生活中的小朋友 你会觉得傻笑 然后在阳光底下喝咖啡 浪费时间 我觉得这都是很幸福的事情 就会觉得傻笑笑笑